有四一点看,长远有没有机会见红帝 他说是49元入,你觉得长远会见红帝呢? 当然,长远就好看大家长的定义 以年计的时间,慢慢回到红帝这些机会 当然不能完全排除 因为始终本身热露面,我觉得中移动是很稳定的 其实一直以来,虽然不是增长快的那只 但是我觉得本身资金面实力这么强 就算在疫线里面,你看到过去年几两年对他的业务都没有 没有任何冲击 还有本身电信里的,其实那个市况好不好 都是需要用的 虽然背后有一个提速降费 就是那个盈利能力不会增长得太快 但是是一个很稳定的选择 还有刚才也有说到有一个很好的收息条件 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说一下子看着是否上一百先 但是如果你说付一个比较中长线的持有 慢慢博个价,想高一点之余 其实继续拿来收下息条件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想在这个股份里面 其实有这只股份在这里 会是一个不错的部署来的 还有当然啦,如果你49元左右 其实都有机会,可能是再久一点之前 有机会是已经收了几次息 甚至乎可能不是的 可能只是年初回来这一转才买也好 其实都属于一些低位买了 所以我想其实部署可以跟刚才说的策略有点迟 如果你想的,当然可以在这些位置稍微吃住一点 但是怎样都要留一些货底 之余你吃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股价 如果短期因为冲得比较急 可能会做一些整股调整 那么你会逢低再买,逢低再买 不断可能在短期做一些上落操作之余 剩下一些货底的,不断去不断去加 那一部分就用来收下息之余网架上 我想这样做其实比较灵活度高 而且胜算也比较大一点 是的,Rafi刚才其中一个题目 就说一定要留一些货底 因为中长线来说,Rafi也看好 缓续 loh T O T T